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自由时报也是报道 陆客团游览车火烧车事件 调查人员研判 司机在失火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被浓烟呛昏 而中国时报的头条是 第一银行盗领案 昨天又找到了1700多万元的赃款 还差将近600万不知取向 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的头条 五艘渔船组成的护权船队 昨天从屏东出发 前往太平岛宣示主权 而同一天 八位蓝绿立委 也搭机登上了太平岛来进行考察 集结在屏东沿浦渔岗 五艘渔船挂满国旗 骑海飘扬伴随罗骨声准备出航 屏东东港渔民自主发起 保族产互族权登太平岛活动 20号上午将近11点时出发 要彰显维护南海渔权 呼吁政府态度强硬 划设200海岛经济海域维护台湾渔民安全 而之前因为冲击岛礁事件 被日本扣押的东升级16号船长父亲 也到场深渊 不过活动召集人 镇村中所有的海极力号 属于活鱼运搬船 只能点到点航行 恐怕涉及违规出海 渔月署表示将检视完整的行程再认定 同一天国民党和民进党 把维力委组成考察团 上午搭乘4123栋运输机 由屏东机场前往太平岛 不仅饮用岛上淡水 考察团还参观战备演练 需要补强的 我们国防委员会会带回到委员会 希望在年度预算里面 可以反映出来 让官兵的辛苦 能够有更安全的保障 蓝绿历委便了解岛上的太阳能 和气象站等设施 随即在下午反抵屏东机场 记者李淑瓦 孟昭全 屏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